大火炒青葱嘛 青葱我都会炒到 让它炒回家 它就把我的虾仁放下去 海岸路上 阿灵的炉火一开 客人就知道要来报到 最主要的灵魂就是叉鱼 我们用叉鱼就是干甜 叉鱼就是让有一个干的味道 伙伴们伸手熟练 看虾仁一起锅 赶紧将它铺在 吸饱虾汤和柴鱼汤的米饭上 控制到很快的汤 对啊 我最多最多一次都炒四十万 这一晚和时间赛跑的虾仁饭 正是和台南历史一起成长 太阳升起 一直到月亮高挂 都可以闻到这一股焦香古早味 哪有人来吃的 有味道 有的味道 对 蜜蜜还清 以前的老师有豆腐要做 我做起来像我们在地 我们吃到豆腐会辣 蜜蜜都从咖啡面外 台南有名字就是小四而已 对 吃虾仁饭就是要配鸭蛋汤 古早年代鸭蛋腥味重 庶民才会食用 回味旧时光 阿玲自己刨柴鱼片 慢火熬煮柴鱼汤来压味 所以在喝到它 已经女大十八变 变得鲜味十足 你要先吹过 吹过之后 烤出来的菜会比较香 会比较香 香味会比较有 所以说你的生意很好玩 不要这么 国税局来吹我 已经吹我再次了 废公 许多人已经放弃做的事 四十岁的阿玲 继续捡起来做 宜兰采购的冷冻监鱼 蒸到刚刚好熟 再放进无敌铁金刚里 你如果整支硬的话 刀片马上就坏掉了 一种无关快就爆销了 对 刀片马上就会坏掉 啪啪啪就断了 这个要常常磨刀很麻烦 刀片一粒就要四支了 大台一点要十二支 那只磨刀片就没效果了 都是我在磨 这就是我没来的钱 你这几天没有磨 柴鱼片薄不薄 就看阿玲认不认真在磨刀 薄到透光的柴鱼片 翩翩落下 鲜美风味穿手可得 有了它就可以做出销魂古早味 十五年前 陈正麟原本从事电脑业 来到超过八十年的 瞎人犯老子豪帮忙 因为老老板的信任 才展开水深火热的人生 当初我老板也想在跟我考验 心急我做一些都没必要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很无聊 经过大概两个月之后 他觉得你是可以的 以后我自己做 老老板业奇才的三个女儿 都念到博士 硕士 没有人有意愿接班 厨房里阿玲大小事都肯做 也不怕吃苦 看在老老板眼里 自然是继承的不二人选 只是当时根本不想接手 炒到手里了 那刷牙都没感觉了 炒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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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累 我觉得电脑行业 我是蛮有兴趣的 因为我在这里做到这么快 因为我每天都能去 走不一样的地方 老品牌已经是个金字招牌 别人求之不得 阿玲却往外推 这一推 也把家人的怒火给逼出来 我觉得如果做稳定 比较没努力 还是有稳定的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杂盆也有精神 想长久一点就是 他也有饭碗 我也有饭碗 都一样 互相啊 最后是为了一家子的生计 才定下心来 正式当起接班人 老老板坐镇店门前 招来客人 妈妈这位幕后推手 也天天帮忙 剥火烧虾 早上是帮儿子 剥虾 晚上再去帮女儿 洗盘子啊 你会累吗 不会啦 自己的儿子啊 成堆的虾子不赶快处理 马上变得又臭又腥 偏偏去头不咳 到去长泥都得手工进行 地球暖化 火烧虾 产量越来越少 过去一天可以拿到两百斤 现在一百斤都拿不到 够了 再过去就都一槌汤 就这样啊 我以为是你们两个 给它PK掉了 不稀喔 不稀啊 以前的两三四个 个头娇小的火烧虾煮过后 口感依旧Q弹 虾肉甜度高又浓郁 包括虾卷 麻粿 肉丸 虾仁饭料理都爱用 只是当年一位二十四岁年轻人 突然烘将小吃一级战区 长着老店的博产 街坊邻居都瞪大眼在看 压力是一定会的 因为有一些老头 他会觉得味道不一样 不像老腿这样炒 好 猪皮、鸡肉 他们都... 大家都在看啊 都... 看你们能够撑多久啊 這樣啊 是这样 是这样 对啊 為什麼要不看保他 因为这种生意 比较竞争嘛 對啊 然後 就说 好 你们这... 你们快点想 我们就做了你看啊 不让老老板的苦心 便空白成绩单 店里所有事都清理清为 制作柴鱼高汤 还有站在炉边炒虾 拌饭 都不假他人 一天磨十几个小时 终于吸引老顾客 一个一个回流 那个阿伯他坐在那里 当时我说 阿伯你敢是没松开的 他就... 他就... 我说阿伯你敢是没松开 他说没有啦 我不是啦 我说... 我说阿伯 我说阿伯阿伯你是怎么 他说... 他说这个蜜蜜饭的味道 他最喜欢的妈妈 因为在我老老家的时代 他就在做了 他妈妈都会去买这个蜜蜜饭 客人吃尽嘴里的感动 让他守成 也要创新 原本太太的私房料理 拌入五味酱的凉拌豬脚 搬上台面 入口即化 田中又带点小小酸辣 香菜帮忙提香 成了热小小菜 一开始 我的骨头跟肉是很容易分开的 因为分开的话 你碎碎的不好看 也不好卖给客人 所以一开始也都是 老板要自己就是... 对,可是他就是... 蛮用心让我学这一块的 起来之后 马上就是一锅冰水 急速让它冷却 当年的禅正林 就像现在年轻的阿明师傅 用心感恩守护着老味道 中生代传给新生代 老老板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安慰 冬天的岩城接近破晓 街道已经车来人往 幽晃的步调像是为蔡秋月姐妹俩 铺成一天的寻目 当铁卷们一拉开 表示好戏就该上场 那我处理好 我一定马上打冰 有人要吃头 有人要吃肚 有人要吃肚 有人要吃鱼肠 不一定 可是都有这... 就是有这个老饕 南部人很喜欢吃这个 我的鱼肠就是这样 我们用美工刀这样割 因为这刀子比较适合 这样处理 抓起美工刀片清醒鱼肠 二姐菜荔珠一上风 嗓音就无比洪亮 仿佛起床器这种自愿 从未在她的人生里沾过边 回来一定要自己处理 妹妹她不会帮你处理 一定要自己用 所以有些店家 你处理的干不干净 它会有臭臭味 你处理的不干净 就是有臭臭味 臭臭味 然后会沙沙的 沙 它有沙 你看 它这边就有 它有时候 它那个抓鱼上网的时候 没有打干净的话 里面还是有沙 有排泄物 要把它弄掉 你看 等不及手脚快的妹妹 擒好鱼肠来备菜 没想到蔡秋月急性子 一转眼已经端出 滷好的湿木鱼头 鱼粥跟鱼柳 滷鸡腿炒青菜荷包蛋 应有尽有 满满一桌 根本就像自助餐台 对 因为应客人要求 现在你吃肉 吃鱼 也要配一点菜 对不对 这个菜是后来才加的 不这样煮起来 等一下客人进来 你就来不紧 因为鱼头比较慢 七楼边巷弄水台 两个姐妹鱼肠要清鱼头要洗 炖汤 煮饭 鲁鱼炒菜 细索的前置 杂鸡杂巴数不尽 光是赶在六点开店前 眼看已经忙不完 实在很难想象 那个零鲨鱼都要自己来的年代 以前大概也是四点多就起来了 然后大概中午就收了 我妈妈七岁就来高雄 帮我打鱼 補那个打鱼 早期的人女生没读书 就出来都市打拼 结婚了之后 就跟爸爸卖肉粽 买肉粽 爸爸粽 然后刚好隔壁有人在卖这个 我老爸就临机一动说 你教我可不可以 结果我老爸卖的时候 苹果他们 像当年民国四五十年代 小路边摊何来的卫生习惯 蔡秋月的爸妈却弄东西 小本生意的长城关键 于是打从爪塞去林改善 水珠虾只见手指如钩 一颗颗鱼头不仅得挖到为胜大眼 倒进凤梨豆酱更要为主 入味才能蘸出老桃嘴里的鲜 这个是古早味乳 鳳鱼豆酱以前的阿玛伯 就是乳这样子在吃的 很小就有了 有的吃两颗三颗 有的吃五颗六颗 像你一般的人 十几个人进来 一个人两颗 就二十几颗 算准了该报到的谁 今天将点几盘几块 几个钟头后又该配好哪几锅 传统中式早餐实在不流行 预约订餐 但老板娘 左右办法料食如神 话刚说完 下一批预告内的名单 果真随即上门 它几乎每天都来 这个也是 刚才那个也是 那也是老饕 它好 它就是专门吃好的 好吃的 新鲜的 你的撒肉魚怎么 撒肉可以 真的 我今天吃虚买 它就咬到好吃 我也说不上来 就吃到好吃 有一个鲜嘛 那个鲜味就不是腥味 也不一样 反正在南部 比较可以吃得到这个鲜 在其他地方好像 比较困难一点 我只知道它蛮好吃的 特色 新鲜 新鲜 对 它的肠子煎起来 也不会有腥味 热锅上咸香的鱼肠 泛着焦糖色油光 锁起香间虱目鱼肠 这可真是南台湾才有的 绝美滋味啊 趁着用餐客人还少 菜秋月习惯先下锅出煎 等到客人点菜时 再回锅炒到焦香 饭桌上一碗鱼粥 一碟鱼肠 趁着一早生起的乳断阳光 仿佛下肚的不只有一顿温饱 还能疗愈心灵溃伤 应该是80年代吧 80年代那时候生意 就是进去最好的 就是那个手就不停的 然后你这样咬 这个手都麻掉了 都麻掉了 真的 然后这个米粒 像这个 这一个可以卖三个 三个 就一个早上而已 我第二生是21岁 然后我24岁来长这边的 24岁 就是工作 然后被妈妈叫回来 然后一直到现在 63岁 四十年岁月何其短也何其长 蔡麗珠跟姐姐从少女人妻 一黄眼睛也煮到了寒衣弄酸的年纪 用青春滋养的老店 一路养大菜家五个儿女 也练出厨娘们的十八般武艺 一切的人是重男轻女 重男轻女 应该是穿兒子 可是就是男生比较优越都不用做 女生要出来工作 你除了念書还是要出来做 要洗碗收碗 也是都要做 所以造就我们这个功夫 就是无形中养成我们 就是全功能的 要黑還是要黑 空巾 空巾菜 来 谢谢 好 哪里 这是荷包蛋 荷包蛋一个吗 两个 两个 你需要筷子吗 二 一百四 忙过了清晨早饭时段 紧接着又是午餐 从老母亲手里接下的 一夹子招牌 生意真如匾额 四面八方的客人 近于原来 老滋味岂止是严重人最爱 更是不少正商名流的光顾名单 以前英文是叫牛奶鱼 它叫牛奶鱼 它全身很雪白 都是白色的 它的鱼鳞也是有它的 也有它的经济作用 很营养然后又很平價 取得又容易 因为附近沿海这一带都有在养殖 就是差不多从甘山 像屏東也有在养殖 从台南那边 鹿竹甘山安平七谷 一只肉 两个都好 差不多 我看民国差不多七八十年 那时候 那它生意很好 市政府 市府还在这里 后来市府搬走了 原来城区以前是山化区 现在变成住宅区 不一样 虽然过去的老烟部 历经繁华也走过寂寥 但老爹始终屹立不遥 任凭光阴流去 每个小屋散去的一早 只要香气还环绕 白眼还中腾 一碗鱼粥 就是使人不老的活力泉源 这个饿不饿 这个比较多人吃 这个比较多 走进屏東东港的华侨市场 不用看摊子上的各色食材 空气中隐约存在 又不恼人的淡咸海味 已经提醒着访客 这里是各种活色生香聚集的港边市场 许多航阿来的淘客 刚采买完活跳跳很熬啊 另一童就请餐厅现场带主 迫不及待要大快朵鱼 而市场内让人垂涎的 还有曾信红的这一摊 细嫩白亮的饼木鱼 热力炙烧之下 油脂奔放而出 施展诱惑媚态 海底小鲜肉搭配醋饭 组成的风银沃寿司 还有离海最近最鲜的生鱼片 不让高级日本料理店专美 不少饕客花油钱车钱 专程跑到渔港解馋 直乎划算又过瘾 新鲜度真是不在话下的 至少的香气 它就会有那个 有点带一点焦香味 它那个焦香味 跟鱼的鲜甜味 这样冲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很棒 相同的鱼 比外面相同的鱼 你哪里吃得比较好 我会譬如说像冷的 你可能在外面吃得最好冷的 是冷冻 但是你才吃得最好冷的 是冷冻 我像我这样说 这样就快 像你们那里买的鱼 你如果买到三千鱼而已 我就买到鱼的鱼 我就买到鱼的鱼 在运备的鱼 有多少 运备啊 还有 你去到那边的话 我们可以当天新鲜的 就马上运到的 不然他们的 像我们的中北部 他们的鱼鱼 我们先处理好 跟他们到那边再处理 多少都会有落差 这就订到我的厉害 每天都给你换新的东西 我只需要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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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 在那边 我在那边 我在那边 在那边 每天都会有人给你鱼 曾信宏的冰箱 除了华侨市场 小小的 就在一百公尺外 东港鱼市场 这里是全台湾最大的 近海渔业基地 四到七月 黑鱼盛产期 总吸引了全国目光 除了黑鱼之外 鱼鱼 鱼 其余数量 也是全台湾数一数二 八成的鱼货 外销日本 欧美 品质一等一 鱼货量真的很少 但是冬天一夜 今天要快去 今天拍卖的鱼 台湾海峡南边上船 然后急速冷冻保鲜 冬天风浪大 普抓不易 量少淡值金 鱼船满载卸货后 盘商们一步一驱 跟着拍卖员 喊价 成交 铁锹 乘重 然后付钱 要抢到新鲜货 得要眼明手快 而事实上 有许多鱼群还没下船 已经被预定一空 不必代价而辜 我的群管有 老公 要帮我老师 我这里有几家配合的 他们的量都比较多 我就说从里面 他们选好的 再从里面再选更好的出来 在东港港边长大 曾兴宏从小就对这外地人 觉得壮观的场面习以为常 怎么挑鱼 选鱼 有在地行家当老师 做生意比别人有更多的奥远 每天早上到港边打卡 是必须亲力亲为的前置 准备功夫 不只挑鱼 也和鱼老大们挂甘劲 你有时才到没时才 做的也是才会做的 对啊 人家的鱼都会到家中 都会 不然你像鱼照的时候 你向我客户 比较麻烦 10点半 10点半 要不可以 到时候鱼照上鱼照 好 人家鱼照 曾信红今天入手的这一位 精选再精选 体型浓鲜合肚 47公斤 将近2万元 除了自家握寿司 和生鱼片使用 高雄市区 几家日本料理店 知道它每天有新鲜好货 固定来分切采买 合作互惠 确保彼此食材都能快速轮转 逆纹路 纹路 纹路切得好 不可以切成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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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逆纹路 你吃得比较好 有的丝 更不好吃 麦鱼四十年老资格的阿华师 是曾信红的后援部队之一 海靠郎 朴实豪迈 合作多年全凭信赖行任 我从来到西部 我是都驾日本 美国都有 比较多 我台北都日本 比较多 老师傅跑顶解鱼 手脚俐落 曾信红接着分切细修 彭小仙如智大国 一丝不苟下刀精准 顺着纹路基里化整圍林 调粉履稀变成冷藏柜里 等着客人点台的精品 手的稳定度要够 你想的跟你手做的是一样 你如果感觉不到那些 你想到很完美 想到想到 我怎么想到很漂亮 但是你手做不到你的生活 这不错 现在 我生一片修到的鱼 大锅煮很好吃 煮小锅 起味就不错 在工作台上随行所欲 曾信红历经了厚积薄发 漫长的累积过程 原本在高雄的加工出口区上班 一坐十年 在工作上驾轻就熟 但为了找回消失的 工作热情 让他下定决心 趁着年轻脱离舒适圈 挑战自我寻找更多的可能 从不每天之间 做一样的工作而已 我在那生手机一天 像三件电 整天在那生手机而已 很多东西都熟了 都知道怎么处理了 所以 整天这样 我感到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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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还是需要一点刺激 二十八岁 辞掉收入不错的稳定工作 用破釜沉舟的决心 逼着自己前进 曾信红勇于归零 从头学起 先后到烧烤店 高档吃到饱 以及日本料理餐厅 学习厨房概念 观察餐厅的经营模式 不嫌学徒薪水太低 能够边学边领钱 是最划算的学习方式 你要选小店 老闆亲力亲为 所以你有机会去找到旁边 老闆在那里 老闆在那里做 哪有可能在那里买 哪里做 他一定很认真 他店是他的 在他旁边 虽然会更疼 会更疼 但是你学到东西 会更快 十点去 如果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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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有九点负 如果不负 我会有九点去 用到自己会负 起步慢 就比别人更认真 几年下来 曾信红累积一身好手艺 像是考验功利的沃寿司 得凝聚向心力 又要粒粒分明 就不是每个师傅 都能得心应手 这是一个巧劲 你可以说他有利 也可以说他没利 他有一个平衡点在 每个人的平衡点到哪里 可以控制到哪里 可以控制到哪里 看个人的工夫 你一定要料 到那里有一个比例 在我们认知 顶多是一半一半 绝对饭 不能比鱼或肉加多 这样不错 你是在吃料 不是在吃饭 要吃饭 哪有什么困难 对 五年前曾信红得知朋友 在华侨市场的生鱼片摊子 想要收摊 他觉得太过可惜 就在日本料理店工作的他 评估之后 认为可以顶下摊位 试试看 也累积生意经验 市场寻过几遍 发现熟食选项不多 他决定摆几张座椅 让原本只卖 外带生鱼片的生冷摊位 变成独树一致的市场料亭 等于是在市场内 开日本料理店的概念 少年鱼都来 尤其来玩两三个 来玩那位 其实你要叫他吃海鱼 沒辦法 因为两个人 两三个人 要怎么点 要点整堆 他吃不去 但是他要吃高 吃高当然是最好的 教材有让他们看亲 他就说这来这黑白皮 这少年鱼 稍微都不满 来这黑白用 那种感觉 人其实没看好 教材有这样 我穿我这种个性不感兴 我就不相信用这个 我做出来的东西 明明很好吃 我用的鱼 很好吃 对自己有信心 相信东西好 应该做得起来 不过事情 没有曾信宏想得乐观 地方乡亲们 对市场自有一套定价标准 让曾信宏 开始做生意的头两年 提了好大一块铁板 没有办法去接受那个价格 我买一百块差不多 一块我买三四十块 我一半可能一百两百块 你一片鱼子到盘 我买三四十块 我当时胃有够多 就是都自己吃的 不然你不吃不吃不吃了 索性市场租金 毕竟比外面的店面便宜 生意压力没那么大 曾信宏决定 以时间换取空间 果真熬了两年之后 随着这几年 小琉球的观光热度翻红 多数游客在搭交通船前后 总会顺道走进码头边的 滑桥市场逛一逛 食材比台北高上一级的 市场日本料理 知名度就随着观光客 在网路社群上的打卡按赞数 水涨船高 让曾信宏的冷灶逐渐火热 很甜很甜 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握寿司 非常的入口即化 而且很便宜 为了有更多座位 乘桌的摊位 也增加到了八个之多 到如今整个市场 跟曾信宏做类似品相的招牌 也高达七八家 市场是大家都要好 大家都要进步 互相去 不要说是你都恶性的 你如果好我比你更好 你不是更好 我看你这样做 我还要做得比你更好 全台湾上做得好 我们煮完比其他鱼匠 才会比较好的 期盼市场共融共好 曾信宏还经常向四家客人推荐 华侨市场海鲜又鲜又好 每一家带煮餐厅的厨师 都有两把刷子 塞 现在处理好了 你给我刷子 不然要炒的 他希望自家熟客 能够在市场多多尝鲜 想到要吃海鲜 就跑一趟东港 而觉得物超所值 来到海港 蝦、蜜、鱼、鱼 不吃就很不炒 来这里吃 说真的 不要说价格 这里吃的口味和价格 絕對是比山天還要经济实惠 更热 对,更热 因为你自己去买 还要在这里炒 你都买到海鲜 你如果要拿海鲜到四家币 一定是不一样的 各有各个特色 我感觉 对 每个人有专精一样 我觉得就更好用 对 每十个都有特色 你才会到齊 大家会好 你才会长久 对 别人好 对 如果不要买来 现在的华侨市场 因为众多的日本料理摊 而吸引了不太逛市场的年轻客群 也多少带动了其他海鲜摊位 和带煮餐厅的生意 一个小摊位让市场更活络 更有人气 这是曾信弘当初辞掉工厂工作时 没想过的事情 是一个很久的人 怎么可能 看你要做不做而已 怎么可能一天在找我 怕你不做而已 不画地自现 不安于现状 曾信弘勇于挑战自我 要借着工作 希望家乡共好 手里的热情雄七 天天保鲜 市场第一 来你的五十 还要一个花枝盘 东港华侨市场 草丑尿的饗食天堂 各种刚上岸的新鲜货 诱惑着韬客的眼鼻蛇生意 市场边缘角落的这一摊 干净明亮的餐台上 品项单纯专供新鲜炸物 竹力一样起于黑轮 快速轮转吸引人潮 像是港边的浪花涌现 台面时长加盐空城祭 但是前面的人包太快了 但是前面的人包太快了 手工的在做的东西 还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速度 滑桥市场里 要比哪家小吃生意强强棍 同家的黑轮 绝对能够排得上前三名 一个摊子现场员工 正值加计时多达九人 工作齿轮上井发条 All land仍供不应求 原本应该在餐台前 收钱找钱的老板黄明德 立刻激动补味撩漏去 帮忙赶工 就是尽量不要让它破掉 然后慢慢地拿捏它的大小 不能说一直 一直把它弄非常大支 非常大支 这样子也不容易炸 然后客人看到 为什么它那个比较大支 熟练的速度堪称无影手 只见切了六分之一大的鸡蛋 在小刀和砧板之间滚动 没多久就沾满了白皙的鱼浆 然后下锅定型酥炸 赶着出厂换新台币 一天三百斤鱼浆 时长还没到市场休息时间 就已经掉电了 第一锅都是定型用的 然后我们第二锅的话 是要炸酥一点 抢酥用的 所以油温会较高 就是馅料很饱满 对啊 我觉得跟外面吃起来不太一样 新鲜就是不会有奇怪的味道 然后也是很Q弹 今天应该会买蛮多的 黑皮的旗鱼 比较不会那么油 也比较没有腥味 太油的打鱼浆不好 东港是全台湾 远洋近海旗鱼上岸数量 数一数二的渔业基地 进水楼台地利之变 少了运费有成本优势 别的地方比不上 加上第一代老板老板娘 做生鱼片批发十九年 对于有龟毛要求 食材用好有好的开始 口碑就先成功了一半 就过来鱼越少 价格越高 他也有台阶台抗我没有女生 所以我就 我都要做到 变土了 改土了 二十多年前 生鱼片批发生意无力可图 这枚猪汉先生迫不得已 只好另寻出路 生活前途茫然之际 看到东港街上的欧连打 生意不错 灵光一闪 在看似平凡的东西中 发现新的切入契机 就是要想办法 就想说 以前我们这条鱼 做鱼鱼的时候 是很败的 又卫生卖 以前更不敢去卫生 那东西就是要放香料 不要给它变 变给它 这样会香才会好吃 自身爱奇遇黑伦 但又吃得不太安心 陈美珠干脆自己投入 这以往看不起眼的小生意 跟苏家迈Olan的姐夫 学习做法 用接近生鱼片等级的 鳍鱼肉打成鱼浆 少不了的 用来粘合的地瓜粉 比例降到最低 要提升鳍鱼Olan的品质 陈美珠还参考日本关东煮 用整颗鸡蛋 火鱼浆油炸的做法 加以改良 鸡蛋切六分之一 藏进Olan当中 这意外的惊喜 日后竟也成为南部 其余Olan的固定模板 就是要做不一样的方式 有才能给人 感觉Olan包囊 它就不能吃到 你能够吃到Olan包囊 不是 你够吃到Olan包囊 你够吃到Olan包囊 对 对 对 我们做 对 所以如果補充充充充 Olan 人家就受到我们 哇 臭脾身 我臭脾身 陈美猪臭脾肚不臭肚 自家奇余Olan打出口碑 成为众家模仿对象 赚钱养家不容易 他把握机会穷穷穷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几乎全年无休 勤奋深教也影响了儿子 从小就知道父母的辛苦 儿童的分担 很累 没办法也是要做 比较没有时间出去玩 每天都要做 可是工作不一定有多有少 他就每天都要做 每天一早 鸿铭城负责鱼浆制作 然后送到市场现做现炸 哥哥则扛起市场销售 分工合作有默契 也是从不断的摩擦 找到磨合的方法 吵架 吵完就没事了 是兄弟嗎 吵架很正常 十四年前才回家 投入家里的事业 哥哥鸿铭德 虽然资历不比弟弟久 手底功夫也毫不逊色 总不能放着大家在那边忙 然后他们非常认真的拼 到大家一个一个都累倒 念师范毕业 原本理所当然 要当春风话雨的老师 却在母亲手臂开刀 家里需要援手时 被征召回家帮忙 鸿铭德当初抱着打工的 业余心态下场救援 但客人哪管你是全职兼差 一旦上证就要做到专业 才能让人心甘情愿掏钱 鸿铭德说自己是一路 被客人的要求推着前进 一眨眼在双手晃动 油锅滚裂之中就过了十四年 那个为人师表的目标 也不知不觉昨日弄已远 人生这么多选择 谁知道 谁知道接下来要让你做什么 对啊 这个我比较随遇而安一点 随遇而安其实只是结果 当中免不了努力的过程 鸿铭德跟弟弟不断改进生产流程 也把握时机搭上小琉球旅游兴起 东港跟着水涨船高的好光景 生意跟油锅温度一样 越来越火热 一切登上轨道 兄弟齐心同中有益的 就是要不要休假喘口气的衡量了 他很认真啊 然后我会觉得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不用拼成那样子啊 我觉得跑得久比较重要 他是跑得快 对 不在原本设定的跑道 一样跑得认真专注 鸿铭德没在学校当老师 最终也在不同的领域 当了员工的老师 做久了也是会变师傅的 面对困难 试着从不同的方向寻找答案 努力过后随遇而安 同家油锅里日复一日 火热的是生活的拼搏 平凡单纯但不时有味 夜幕渐渐点灯 替上班族下班后的精彩天上光亮 庭院餐厅里 古厨 古厨 花墙 流水 池鱼 晚风轻轻拂过 灯光美 气氛佳 心情好 是高雄市中心里 幽静的享乐角落 一个鲁鱼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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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麻油粥 古厨复古时尚的用餐环境 搭配主打的品项也很在地位 高雄的生蒙海派 全都融合在许顺三的汤锅里 它卖的最好的是南瓜海鲜粥 蒸那个南瓜泥 就把它蒸熟之后倒成泥 这样子 然后在煮的时候 就是会放适当的量下去 奶油南瓜汤当泳池 众多海味在其中翻涌 蛤蜊 干贝 鲜虾 鱼片 蚵仔 跟小卷 各个都是极品 也都是耀眼主角 切得太薄的话 比较容易散 因为我们这是青肉 就是骨都已经拿下来的 外面基本上都是鸡甲 就是挂骨头的 一块一块的 那种也比较不容易散 只是因为我们把刺都拿起来 所以的话 还是要切大块一点 海鲁鱼 肉质Q彈 大块 朵鱼 都是许顺三亲自到渔港挑选的 最亲第一手 他说煮海鲜粥 没有太多诀窍 舍得花成粉用好料 就成功了一半 一锅沸腾淋上白米饭 就可以端上桌 但说是海鲜粥 其实更像是泡饭 我们这边只要 基本上什么 海山粥 鹼粥 什么的 就几乎都是饭汤类型的 所谓饭汤就是 挂鱼仔粥的一种 早期在屏东万丹潮州 割道时期为了方便起见 农家会煮省市的本汤 到田里当共享午餐 发展到现在 大锅滚煮的本汤 成了南部独有的吃食品项 但食材朴素 多是高丽菜 鱼丸 鱼肉 徐顺三的本汤海鲜粥 绝对算得上是奢华版 农胆石斑的话 就是蛤蜊虾跟农胆石斑而已 就是希望它味道 味道简单一点 晚餐时间 内食加上外送平台订单 让徐顺三上井发条 炉台前手忙脚不乱 一个人同时雇四到六锅 游刃有余 蛤蜊是会先下的 因为蛤蜊比较难开 汤滚了之后再下鱼虾跟丹贝这样 然后再滚起来之后 就可以下小卷跟蚵仔 再滚起来就可以起来了 最快的可能就大约一分半那边就可以了 麻油煮几周就比较快了 前制作业有先做起来 如果忙不过来就是 可能会请叔叔再过来 就两个一起煮 掌握食材特性 拿捏下锅顺序 不多滚煮一秒 破坏海鲜的咸嫩度 炉火纯情的火候 沸腾大方诚意的好料 让招牌自诩的高雄州界老大名号 自夸却不浮夸 每次吃都会有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他如果说第二 应该没有人敢讲第一 柯跟蛤蜊都给得非常非常多格 真的是很真材实料 真的是有让我惊艳到 以南部的学者来说真的很厉害 一定要带肉 带一点鸡皮 汤才会有一点油脂 它才会有甜度 我们只加海盐 我们没有味精 我本店没有在用味精 客人口中的第一名 每一锅沸腾一分半就可以上桌 但四到六小时的麻烦是 每天早上就得开始准备 许顺三的叔叔许裔才 正在熬煮的是海鲜粥的基底高汤 洋葱 萝卜 葱姜 猪大骨和带骨鸡胸殼 要逼出精华才有入口的天然鲜甜 火太大也不行 骨头碰撞 汤就会混浊掉 一般没有 没有人要花那么多 那么长的时间去做一个汤底 我只要白开水滚了 我加鸡精 我加浓缩的那个汤 高汤 高汤粉 外面食品行都有在卖 徐义才现在是职职身边的最大帮手 厨房工作得心应手 因为海鲜粥餐厅 最早就是由他和哥哥 也就是许顺三的爸爸一起打下的基础 我跟我哥哥 我妈妈就当个人 开车 一台车出去 觉得生意好的我们就去吃 然后想说我们可以做什么 十年前本身在高雄 吃点粥肉 材料新鲜 就擦那个汤 所以就决定说 不然我们做这个好 十多年前许义才出狱之后 哥哥为了帮忙拉一把 特地开了海鲜粥餐厅 要让他安定下来 不再走回头路 哥哥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徐义才当时三十多岁 八大行业以外的工作经验零 加上年纪不小 当社会新鲜人的难度也不低 第一个出社会就是要赚钱 那我们又没有专场 只要想得到的 配到赚钱的东西都做 包括高利贷 什么都做 徐义才和哥哥因为年纪相差五岁 加上兴趣不同 从小没什么话题交集 但是知道哥哥爱他 也知道浪流人时 妈妈和哥哥为他伤透脑筋 总想着有一天 一定要让哥哥对他刮目相看 在里面关的时候 没有人回去看你 就只有家人 空闲的时间比较多 就去思考一些问题 所以有看清一些东西 徐义才的哥哥是国立大学学霸 又是广告公司老板 脑筋灵活有行销概念 为了弟弟涉足 从没做过的餐饮业 兄弟一起摸索好几年 协力打拼的奢华版本汤 最终靠着十足诚意 实在有料 郑重高雄人的口味 也在缅甸开了分店 让儿子独当一面 南部海鲜州大王的梦想 正在起飞 没想到五次头壮年 罹患血癌 好不容易等到沛对成功 终究没撑过骨髓移植前的 化疗难关 让兄弟海鲜州的炉火 一度熄灭 外面都要去家 整个花都要去家 去房间去家 去房间去家 家里最大的支柱不在了 徐义才和妈妈心中的缺口 难以愈合 但不想让缺憾成为遗憾 徐义才暗自决定 要用更好的未来 告慰在天上爱他的人 我希望说 他在天上可以看着我 我们会把他延续下去 现在侄子从缅甸回台湾 稳住正脚 徐义才打定主意 要退居辅佐位置 把舞台留给年轻人发挥 我说这是他留下来唯一的东西 这样 能把它保留下来当然是最好 要顾好爸爸留下来的心血 徐顺三在既有的基础上 太弱留强 另外加进新品项 希望灯光美气氛家的城市影员 成为更多人吃饭喝茶的第一选择 希望吸引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过来 我尽力这样子 每个人为爱出一份力 人生虽有缺憾 回忆的滋味里 总有曾经期盼的美好 天清海静 白鹿过后的青山鱼感 脚羊像是默默收了盛气 不过渔村里 这回正因几批行啊来 不约儿童钻镜向弄 让周家四个兄弟姐妹 又身陷火热 我两个回家 生我妈妈 船子的名声无态 我拆盆心 人家都拆盆心 都不拆盆心 都不拆盆心 以前二十年前 人家来这里 不知道这种拆盆心 都不拆盆心 皮薄餡多料实在 小时候我们就常在这边 我们家住后面 他妈妈就在鸡鱼鱼 我们就会来吃的 所以小时候 就从小吃到大 这样子 他们生一直都很好 今天不用排队而已 之前都要排半个小时以上 必点什么鱼鱼啊 那炸鱼真的是 挖村头而已 不好意思 小鱼村的初秋 还不到晒火烧下的季节 但因西滨沿海 送行养科 马路边倒也不乏科爹 烫仙科等海味 周家庆是家里的大女儿 尽管还比大哥小三岁 总还是比较听得习惯 四五十年前 在地人喊的鱼鱼鱼 鱼鱼是勺子盒子 而鱼鱼鱼 鱼其实就是鱼鱼的意思 我也不知道 以前的人都说鱼鱼鱼 也是一样的作法 他们以前都是说鱼鱼鱼鱼 鱼鱼鱼鱼鱼 要回家的饭 以前应该是说 鱼鱼鱼鱼鱼鱼 应该是来这里都没有菜 菜鱼鱼 现在的人家来就是说鱼鱼 对啊 还是百叠回一叠 磕叠包磕肉叠包肉 然而在小吃精致化的 这个年头精确来说 菜肉无非是必备的 妹妹周琪盈手里握着特制铁勺 一手挖面糊馅料掐紧 下一步再填进两到三颗 滴溜饱满的鱼鱼 肉块不马虎用的是 手切酱烟的夹心肉 就连高丽菜丝也都是弟弟 一刀一刀亲手刨 机器取代不来的 全部啊 全部都是你我要都用的 都手工的 是后来有用到机器用 觉得不适合 口感不好 为什么 用手材 比较符合我们想要的东西 泡河我们要爱的 怕还可以用手材 用的 感觉大小都不均匀 最 Prior Consecut user评论 说几话来慢调丝里 但手里锅里又包又炸耳爹的效率 倒像形于流水般早就自成 独特清朗的旋律不漫不及 算了算 周琪瑩打字妈妈生病后 回家照料帮忙到后来接棒 一共也二十多年了 却从没想过家里四个兄弟姐妹 上有长兄大姐下有小弟 最后组长老摊子的竟是自己 因为我没有这样 我们都就是刚好学的呀 没有啦 现在一个人也很好 自由 这样一共一共一共二十多 给你了 想弄小店里 从前是一发耳爹小瘫 养他四个孩子 如今老店茁壮了 反而还得靠他 支撑四个家庭的生计 周玉坤是家里的老大 曾经在外有工作 也有一番自己的事业天地 无奈声一下滑 老家小吃摊又缺人手 做大哥的 不分工作贵贱 说什么也要挽起袖子以身作则 不然那时候我们也想在做工作 就算家里的工作都做不下去了 不够人手啦 你带人这种的就不一样 这要做 要卫 你自己卫卫啦 带人人没法度啦 这种这都做啊 这个地方本身就做了 大哥那些兄弟姐妹都要听你的呢 这都会说 会沟通啦 都会沟通啊 对啦 不是你太好威严吗 没有啦 没有什么威严 就不是雍正皇帝的威严 默契啦 默契啦 默契 默契 对 默契 那谁 谁的脾气比较爆炸 都会呢 因为这种多啊 太乐了 我看人要多喔 我去加减多了啥 瓦斯炉火大热油锅当前 爹列队出狱确实锤掉食欲 不过这时排队主角若换了人 成了又臭又长的不耐联口 一不小心那就是亲兄弟 也难免要大动肝火 是啊 公共的没得到的 公共的动股 着大压 着小压 着小压 动股的事就好了 以为是大压的东西吗 不一定啦 高压的东西 以为你去前面 不是那种大压 我开始不能啦 我把这些 卖枯比大压的东西 我没有把这些人去听着没有 没什么都 来 小姐 谢谢 上弄间一夹子把磕磕扶球鱼线 拼错装点成菜单 铁花窗前摆上几张木桌 凉风扶来就是最显异的露天餐台 游客晃进行阿来 领来几块耳爹花枝爹 几盘炸虾鲜烫小雾 又或是将军限定的师木鱼岭 乘上港边咸丰真是再心雅不过 不过同样的元素 同样场景坏了时空 对周嘉青来说 矿位却只有七封苦语 小时候父亲养科 孩子大了顺其自然就是 最能使唤的帮工 而那时候妈妈为了贴补家用 夏天开杂货店 入了秋就赶紧搬出油锅来炸壳 夏天太热了 那是现在油冷气要怎么才做 全天的 以前妈妈在做的 这个农历八月十五号 多号才有在做 外脆内嫩肉汁百姨 从前熬过肉属 要等中秋过后才吃得到的壳爹 生一只所以越发蓬勃盎然 正是出自所有菜单都就地取材 鹅仔是当天现挖的 炸虾炸咸水无锅鱼小卷 也是周边临近鱼港直送 说你这第一次从高雄怎么来 骑骑车啊 骑骑车啊 专程来骑骑车啊 对 上次我没有来过啊 那是没有吃到 没有吃到 太多人了 古早味啊 没有啦 没有啦 老婆好酥 我带了 还带朋友来啦 没有吃 我还来 屁股有汤 料还不错 料很紮实啊 很新鲜啊 很好吃 五十多年啦 老客人有的吃到病法斑白 也有当年拉着长辈衣袖的儿孙 如今在晚整年迈父母来的 老店小餐位 尽管找破了头 也寻不出山珍好味 却盘盘都是歌人产艺 不是道地的赎怀老味 国华街公认的台南美食超级战区 老店伶俐 自立不到二十年的沙锅鱼头店 有着妈妈的爱心 爸爸的大方 成了在地人的心头爱 总是还不到十点 老板娘的汤勺就咚咳不停 不断地剪菜 装袋 后面整大桶的汤料也温火备着 好 大家就来这边 这叫没生哦 这叫没生 最好是什么 厚汤 厚菜 它的口味不错啊 我没有吃过其他的 我只吃他们的好吃 我们就会一直来买 欢迎谢谢你 比较不油 它里面就是 它那小丸子跟豆腐都还蛮好吃的 味道很入味啊 明天要上台北带回去给台北的家人吃 用竹笋和豆腐熬出的高汤 搭配大量白菜 黑木耳 红萝卜 鱼丸 豆皮 鸡骨高汤 小火炖煮 菜香柴鱼香 淡酥味徐徐飘散 我们里面有加酸笋 酸笋的作用就是解腻 因为沙茶酱它油腻嘛 所以我们就加酸笋叫做解腻 那白菜真是每天 现叫现来的白菜 不能漏掉 漏掉客人下一菜回来跟你讲说 我少了什么东西 那你就要补给他 那就自己可以加料了 可以啦 如果你们用微微微微就好了 谢谢 很多人配白菜饭 鱼鱼肉 瓜子肉 我们的瘦肉比较居多 里面有加一些花瓜 比较清爽 砂锅菜配饭不过瘾 要想啃骨吐刺的 就来个鱼头或是鱼肉 大头连扎的香酥 耗在菜汤里 外皮酥脆 鱼肉鲜嫩 个人也可以多想 全套吃下来 早午餐一块解决 像是犒赏辛苦一天的开始 那就是它的这个很干净 就是不会有那种 那种就是整个做油车的 那种感觉 而且它的鱼肉没有车味 没有那个腥味 走健康路线加沙茶 但已经先去油 不加味精 猪股改换鸡骨 新住民也能安心食用 客人一个接一个 沙锅菜一下变半锅 得不断加菜蓄高汤 老板娘要菜俐落 众多菜礼物求样样入带 得有眼力还要速度 偏偏老板是位慢狼忠 但大家买到会赚到 制作砂锅鱼头 最常使用的是大头莲 草鱼 新鱼的话还会有无聊 每天新鲜现炸 鱼肉在滚烫热油里 炸到酥脆才起锅 每天都在新鱼 对 我没有再用回锅油 炸起来会比较漂亮 而且现在比较重视食安 台湾养殖技术好 加上货比三家 法官鱼货品质 坚决不让臭土味污染蔬菜香 就是厂商讲说 我如果这个 我的鱼这边如果有臭土味 我就可以退它 土味就是用土味 虽然客人看不到制成 但餐饮 良心事业 夫妻俩早已内化 砂锅鱼头 去油腻 改清爽物馅 但功夫料理 该添加的丰美滋味也没少 蛋酥是经典元素 全蛋 全蛋 以前的酒家菜 它就是一个蜂巢状就摆在鱼头上面 然后再撒香菜 这个都没有调味道的 因为它是读食品营养科 我读护理科 所以我们两个会比较古墨一点点 最早是老板的父亲在国花街附近 卖九家菜 老板接手后 遭遇金融风暴 餐厅转型 才把50多道菜色 蛋拉 砂锅鱼头出来卖 那时候是用鲑鱼一套 可是你们在国花街这条 没有人卖 台南市卖这样的行菜 是我们第一家 只是国花街上敬事老店 动辄七八十年起跳 年轻之辈敢站在坛头上 胆子不是普通的大 这是岛电 对 要在这边生活不容易 要在这边生存 那时候当时是十二年前 我搬来这里十二年了 我只能做五千块的人 很高兴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 因为我的餐厅有基本 十五年了 一定有两三千个基本的客人 对不对 不管是哪里来都有基本客人 所以我就挂了一个布条 在那个店面那边 说即将开明这样子 然后后来 第一天来还有七千块银月 就很高兴 非常高兴 第二天就破万了 然后后来就想 哦 什么样子出乎意料之外嘛 现在没有栗子鸡 没有卡丝了 老人家还可以帮忙食 也加卖功夫菜而栗子鸡 但实在做不来才会用检去法 检去操劳 也是留下最能专注的一位 反正人生就是这样嘛 人生的起伏就是这样嘛 低潮高潮就这样子 就是像想说也有点年纪了 就时间有点时间给自己 然后会教育客人说 早一点来买我早一点休息这样子 好来 谢谢 过去没看到月亮出来不休息 现在赶日落前收店 夫妻俩不贪心 把一件事做好做满 在竞争激烈的饮食文化桶里 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诗情画意的感觉 有在国外的那种气氛 在哪个国家的感觉 感觉起来什么 泰国 巴黎岛 就是环境很优雅 像在仙境一般 吃了吃就像仙女 哪个国家就巴黎岛 新阳连畔发呆停 下午茶时间 刘忠隆卖的当然是文艺诗情 只不过厨房里端出来的 不是甜点咖啡罢了 咖啡餐 太好了 这次吃了 外面吃了 那儿我们吃了 最主要是它味道 一个口气的味道 你觉得不一样 都很好吃 那菜的 它那个虾子都很好吃 多吃虾可以抗肺炎 有这种说法 因为这个养生的 所以吃完不错 整个身体都不会冷了 能在屏东黎岗余温小村内 花不到两年的时间 就把南北台湾的食客 都吸引进来 开店一年便回本 刘正龙确实是少数奇人 其实我看到这块地 刚好就鱼翅嘛 刚好就是跟我的想法 是互相契合的 所以我完全没有说 有一些怀疑 或者有一些 迟疑的思绪在那边 我马上看到 我马上就知道 我蓝图要怎么去构画 忙碌的时候 那歪场穿梭 尽管这个六年级老板 总输得油亮鼻涕 也早就是个经理人 但摸起厨房里的大小工作 却出乎意料的 娴熟利落 尤其小时候 家里是做水产养殖的 刘正龙甚至连养虾养蛮 都驾勤救手 其实当时我家就是 以水产养殖为主 那当时养殖最大的面积 大概三四十甲 那主要是以 鰻鱼为主 然后有甲鱼 然后还有泰国虾 还没天亮 就要帮忙喂虾喂鱼 这大概是 刘正龙景存的 最苦的童年回忆 因为长大后一次停电 爸爸的渔温 在那次灾害虾一夕秋毁 家里也就再无力动山再起了 当时是 请人家去雇那个渔温 那刚好就是台电停电 然后那个雇的人没有发现到 就一旦发现到整个鱼池的那种 鳗鱼都死掉了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打击 那一夕之间就是 化为乌游了 对啊 因为那个鳗鱼 它的投资成本是相当大的 嗯 鳗鱼 它又先进去买 然后飼料 所以那个一年下 都要好几亿的 那个资金投入在里面 后来毕了夜 刘正龙其实也没曾怀念过雅之夜 食品厂的业务做了五六年 汇兑料理有兴趣 那是因为三十岁那年一场机缘 他辞了工作 到花莲偏乡就此开了民宿 诶有单喔 胡椒虾 金沙虾 沙茶虾 沙茶虾 其实我第一次去封兵的时候 我就被当地的一个景观吸引住 嘛 那因为本身就是我们是乡下的小孩 所以对那个自然景观的敏锐度 相对会比较敏锐一点 对 那当时我就一看到它的一些那个 海的景观啊海的资源啊 就非常丰富 然后一些野菜的采集啊 都是相当有特色的 在那一段小旅行体验还没太流行的十多年前 刘正龙的民宿虽然开在荒凉的封兵海边 但他却已经懂得带游客 学起当地的著名抓西虾龙虾 或是到绣姑链西捞西鱼长鲜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那里的功力似乎也从那个时间点 开始汇集脆裂 像比如野菜 野菜沙拉 然后就那个野菜摘摘嘛 然后去穿它 然后去加上那个 在地有一个在成功山上 它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最酿造的梅酱 其实有的时候取自天然 食物本就浓利 好比西鱼拌酱油 拌点葱姜蒜芥 似乎就能媲美圣品了 而刘正龙的手艺之所以让人臣服 绝大部分因素 则是来自他对料理风味的拆解功夫 好比一道在巴黎道旅行时 学来的蛋酥虾 虾子开背 得先腌过调味 裹粉油炸 接下来另外起锅拉蛋酥 那才是整道菜的精脆之处 那个拿一个鸡蛋给我 那个这个就是要靠一个手劲 因为它就是越高 它的蛋是会比较细 所以当时我在那边吃我以为是肉松 可是吃了那口感就觉得怎么那么特殊 所以我就去跟他们请教他 所以他这个不是肉松 这是蛋 除了口感吃起来像肉松的蛋酥 其实摆盘时 牵在外围的青江菜 切丝在炸酥 搭着用香料拌炒过的炸虾 滋味也是米莎不小元的 因为热爱旅行而非度假 所以从旅程中 搜集回来的星光浪味 甚至一丁点咸丰 都足以精练成现在餐桌上的灼朔 举例椰子虾 也是从香港的椰奶炖鸡汤改造来的 我是在一个时间就是看到 因为我们这里很多养虾池 它旁边把它的经济效益做到极次 它旁边会种椰子树 那当时我就看到这个井口 那应该是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就把这个菜 融合我吃过的一个料理 做一个结合 不论开餐厅民宿 又或者是带小旅行 这个走在浪潮上的六年鸡声 纵然乘风破浪都闯对了 但转声终究是十年后才响起的 十年前呢 应该只有笑声吧 有一个在地人他就问我 因为就认识了还蛮久的 他就跟我讲 阿龙 你有没有布鞋埋好 我说为什么买布鞋 他说没有啊你准备要跑路了 这里那么偏僻哪做得起 那我就觉得应该还好吧 那当时我就查一下 真的吗 被酬消的当下刘正龙 其实也曾怀疑过自己 毕竟投资一项未来人的喜好 燃石门堵住 严格说起来那更像是好赌 而他最后说服自己的 除了是还有年轻的本钱外 另外就是自己与生俱来的 舌尖本领了 像比如说旅游的时候 我会去吃完东西 然后我会去马上就是 去他们的传统市场 去辨识他们的一个香料 然后就大概就可以猜出 我刚刚吃的味道 里面应该大概有什么内容物 或许这个深爱料理旅行的老板 拥有的何止味觉天赋 对于趋势的嗅觉 不也同样敏锐 否则又该怎么再造 下个十年不坠呢 吃了就幸福 圆圆满满 来美农的时候 除了吃饭料以外 这家一定要过来 美农区区长亲自推荐 三不五时来解馋 当代言人的好料餐厅 当然就位在辖区的好山好水之中 是他向亲朋好友和外宾 推销美农旅游不能少掉的行程之一 来了好多次 每次吃完就回味无穷 就想着下一次要赶快过来 位在知名的客家庄 客家美食少不了 餐厅主打的另一个特色 就是各式台湾雕料理 一余不止三吃 让涛客的味蕾回忆里 时常念念有余 主打就是从产地到厨房 只要十秒钟 从产地到厨房十秒钟 年轻老板黄冠仁用的不是夸试法 而是指数据 台湾雕養殖池就位在餐厅厨房正后方 食物里程超级短 论鲜度全台湾的鱼料理餐厅 每几间比得上 自动喷料机出口 活跳跳的台湾雕鱼群争先恐后 大张鱼嘴抢食 各个食欲充沛 活动力超强 看起来都是健康优等身 养鱼人家在地五名虾 专出好鱼 让美农成了鱼肉香里 这个养鱼它现在是用自动化 只要鲜料倒在桶子里面 大小喷料自己可以调整 警察那个工作是 一天要上12个小时 管有12个小时是你个人的事情 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 就把家里已经有的鱼池来运用 黄冠仁的父亲黄森文 传承父母30年的养鱼经验 从警戒退休前 是勤奋的下班渔夫 抽干净的地下水养鱼 天天观察溶氧水色 避免缺氧危机发生 勤奋换水保持池底清洁 飼料机细水长流 不让鱼宝被饿着 用细心和成本 换取无毒无药养殖 让它的台湾雕 成为雕嘴韬客的心头好 泰国虾混养 所以泰国虾部分 我完全没有买鲨鲨给它吃 它是吃绿枣还有鱼 鱼的剩下的鲨鲨 它帮我清得很干净 无锅鱼是很好养 水源正常 氧气够 然后深度够 然后鲨鲨有给它供应它 它就自然长大 一个月会打一只手指头 台湾雕其实就是俗称无锅鱼的 优质化改良品种 一般的淡水无锅鱼 成长快速 但是肉质松散 土味吓死人 是好养 但不容易养好的台湾常见鱼种 黄森文养鱼有诀窍 池底管理好 不太有土味 每天强迫上健身课程 每一只都是精壮大支老 肉质细嫩而且弹牙 曾经是外销日本的台湾好鱼 小港小港有工厂专门就 他们销日本美国也有 那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 现在听说对岸是养很多 所以我们可能这方面给它压吃 鱼吃饱它都不动 然后我们用擀鱼的动作 让它去接持它的肉质 这个还蛮累的 因为要划又要打嘴 念国中时就负责擀鱼 黄冠仁对养鱼也有两把刷子 鲨鱼只要刀子一把 三刀流干净利落 堪称职业杀手 我们的烤鱼的话 一尾大概都两斤 至两斤半左右 最好吃 第一就是刮鱼就一刀了 然后去度一刀 然后塞也是 所以三刀 要处理得干净 大家都会杀 但是就是要处理到干净 从小对吃有兴趣 很早就确定人生努力的方向 餐饮科班毕业 当火防兵时如鱼得水 有理想也很务实 只愿一四年就存了创业第一桶金 退伍后留在大都市或返乡生活 成为黄冠仁摆盪的两端 最终因为思念故乡的静谧美好 还有想分担父母工作的孝心 而选择回到熟悉的地方 起初是想要开贤书机 因为我一开始不敢花很多的钱 毕竟我四年辛苦存了一笔钱 还是会怕约乡下 黄冠仁评估 既然台湾雕外销的市场没了 那就来转冷冻宅配 做了一年后发现 消费者对台湾雕 还停留在以往无锅鱼的廉价土味印象 和家人讨论之后 决定利用自家鱼池里 别人没有的新鲜优势 做池边最鲜料理 要翻转台湾雕端不上台面的形象 自家庭院搭起简约餐厅 鱼货有老爸供应 在乡下做生意 有风险 但店租货源都是自己的 成本比别人省很多 加上全家人当后盾 让他安心被水一战 放手一搏 有料理基础 但创业维艰 要独当一面仍战战兢兢 皇冠人到处试吃 请教学习 在自家厨房当主厨披挂上阵 仍沿览了数十年经验的老师傅上班 从旁指点老板改进缺失 部队是一次都煮两三百人份 跟餐厅是比较精致化的 是两者是不同 我们敢做清蒸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台湾雕完全没有土味 所以我们才用最原味的方式去料理 然后加上我们客家美农 比较有名鳳梨酱 清蒸台湾雕本色演出让人惊艳 砂锅鱼也不输一番常用的大头帘 檀鸭中还多了细致口感 炸的时候就是有它一定的时间炸酥一点 吃到口中就不会那么烂烂的 黄冠仁创业后 原本在高雄市区当百货贵姐的姐姐 辞职力挺弟弟 也一元回乡生活的田园梦想 之后因为现在有家庭了 也想要就是稳定啊 就可以在家里可以照顾小孩啊家庭 然后把家里的事业做起来 他努力冲刺要让自家鲜鱼餐厅成为大高雄人 甚至全台湾人专程跑一趟美农的理由 也希望用自己当例子 鼓励外移的年轻人回乡共创家园的繁荣 结合这附近的同业啊住宿的啊 想要就是把美农这边再活化起来 大五山脚的田园间 年轻人有梦想有行动有做法 脱去土味淋上火辣冲劲 奋斗爱香的滋味熊气 煮的时候不能吃得更太多 就是假设你一般在煮饭的时候 可能是一比一点二 炒饭达人杨文顺的生意厨房 比一般家庭的大不了多少 但钟爱的寿司米 选的都大颗很多 能让炒出来的米饭光泽饱满粒粒分明 而用的油则是猪油沙拉油和香油三合一 让香气扑鼻有层次 是炒过肉燥的油所以它香气太重 加沙拉油就是让它味道不会那么强烈 怕太强烈到时候你炒别的食材的话 它的味道就是盖锅那个食材的味道 炒饭配料在它的锅里常常宣冰夺煮 和米饭珍宠的意味浓厚 大尾白虾媲美海产店等级 美国黑牛入境随俗 比照台南牛肉汤 汆烫熟成后再铺天盖地 而无鱼籽炒饭 相较于一般的骰子尺寸 杨文顺大快有文章 用小口大碗下粗本 就独你一试成主顾 选择很多 会比较吃不腻 配碗汤的话 我这样花不到一百元 如果一般的话 现在都起码 午餐都要花一百块以上 对 划算 对 饭加汤不到一百元 客人直说便宜美味 但杨文顺最贵的炒饭F4 一份要价三百 一样让饕客大呼超值又过瘾 哇 怎么这么丰盛这样 很多很多的好料都在上面 很浮夸 我觉得物超所值 某一天客人就说 我想要这些食材的料炒在一起 再想到说干杯出来 再变干杯出来之后 就变成F4炒饭 杨家的炒饭配料超丰盛 但杨妈妈最开始开店 做生意的时候 做的是最简单的家常普通品项 那时候只有番茄肉丝炒饭 肉丝虾仁火腿蛋炒饭 四个炒饭而已 杨文顺的父亲 年轻时健康状况就不太理想 育儿养家的重担 需要另一半帮忙承担一些 三十多年前 现在的店面位置 外面的巷弄 一周两晚 是台南知名的三星夜市 加上附近学校众多 又临近两个公车总站 下课后总是人潮聚集 于是杨妈妈王秀美 发挥主妇手艺 在自家一楼开店卖炒饭 煎卖饮料冰品 也撑起一家子的幸福安康 杨文顺从小看到母亲 唯一家子的付出 也在自家食堂耳濡目染 退伍后炒饭 炒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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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文顺从小看到母亲 为一家子的付出 也在自家食堂耳濡目染 退伍后朝着餐饮业发展 学过中餐西餐 日本料理韩国菜 后来妈妈做不动了 身为唯一的儿子 强烈的孝顺心和责任感 催促着杨文顺 接过母亲的锅铲 由是弟子扶其劳 当母亲的靠山 往球走 因为炒饭 你手都同一个动作 这样子在循环 医生是说 你这个只有休息 你这个只有休息才能行 但好景不长 后来陆续有更大更舒适的夜市开张 门前的人声杂踏 变成了门口罗雀 人潮转移 商圈店家陆续转站其他地方 原本摊贩摆摊的巷弄 也成了居民的停车位 光景不可同日而语 杨文顺 曾经也想顺着人潮转移 收掉自家店面 到新的夜市或是周边做生意 但老妈妈拼了将近二十年 积蓄有一些 房子是自己的 生活压力不大 宁愿稳妥过日子 杨文顺也只能顺着老人家的心意 听妈妈的话 我妈没有什么野心 我妈就想要说 这间小小的店面 然后帮我们三个洋艺长大 不要条靠这样扭人 吃穿用度不用烦恼这样就好了 外面的人大部分头都会剪掉 因为他们就是方便 直接头就直接拔就掉了 不会像我这样子还要再剪一刀 剪三分之一是为了要那个 取那个虾囊 外在环境变了 杨文顺也只能够 能重新思考生意策略 它增加选择品项 让客人一暂时就能吃饱喝足 走小狗短袜路线 省下的店租拿来升级食材 虾子用得比别人大只 虾子就是真的是那种越大只 那种越薄口 它那个虾肉越Q弹 乌鱼子也比别人大骗 不一直成本就要八九点 外面应该很难 我们就是以食材跟价格取胜 努力摸索方向 累积口碑 靠着口耳相传 加上网路实际介绍 杨文顺也在社区镜巷内 重新热炒冷灶 和台南人读书时的温热记忆 它有变化了 所以都让他们去用了 我们就比较厉害 我们的位置就是在巷子里 没想像路边的人看到 有客人来聚集 它不会 我们就是都不能都熟客 它的热锅里翻炒的是 在露相不改其乐 实在有料的沉稳淡定 还有面对挑战的灵活应变 酒香不怕箱子生 这边马上会先来 寂静的夜 来到运河路旁 被阿美姐的鲜鱼螃蟹灯划破了 当季的白蛋鱼 正在锅里煎的焦香 顾不得炉上还有余火 阿美姐又忙得不见人影 没有 太多了 时间来到清晨四点 这一夜全台被寒流给笼罩 府城的温度也降到只有十三四度 但已经有客人不畏寒意 赶来摊钱 又吃个菜饭喝鱼汤 更要吃它招牌螃蟹粥 螃蟹加在里面的油 但是单独就吃这螃蟹粥 没有 很浓郁 很鲜甜 来尝鲜的主要吃的是 百元超油找的爬蟹粥 熟门熟路的 往往就吃这种还活蹦乱跳的 像这样 一只公 一只公 像这样可以吗 好 这两只 秤重的螃蟹 有大有小 往往煮成一碗 两三百块钱跑不掉 为了这份鲜甜 得使出蛮力 冻刷又冻刀 如果人家说要煮两碗的 我切成四碗 有 有 他如果直接煮一碗 就切成两碗 台外加锤子 大鲜鱼 你不告诉我 大鲜八块的螃蟹下锅 白色米粒 因为蟹膏流蟹 变得黄沉沉 也是要等一分喔 再来把它放下 煮到鱼的感觉 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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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起来 它就更好 看它白色的 你纸子放下 它会变色 它如果今天是 纯纯的鱼 它就是煮起来会更纯 如果是纯纯的鱼 煮起来 它就更纯纯 不是早餐吃得很澎湃 对啊 下班就马上就过来吃 没有吃会怀念的味道 小孩一下班就赶快来 阿梅姐那边烹饭一下 你们都要吃趁重 对 因为这个比较新鲜 比较多肉 很鲜甜 这份浓郁的海味 三十多年来 不知道已经满足了多少夜行者 随着天色越来越亮 又一批客人进场 四五张桌子很快又被坐满 阿梅姐煮螃蟹粥的动作 又继续不断的重复着 我是都用心做 我做人心做 看你不只来吃过一次 是啊 对啊 经常来吃啊 最有时候有空就老 我是台南人啊 所以有空就来了 对啊 可是你们播出去 就很多人来了 你别怕以后会吃不到 要排很久 对啊 隐藏般略吃 为了把螃蟹的鲜味 发挥到极致 还有这一招 用炊 有没有客人都告诉我 我是口头熟 用米酒 蒜头 下去炊 看大小姐的分数不同 炊起来吃 它的肉 和现在的肉在吃 有不一样 它就是炊起来 比较爽 炊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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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皮 然后它有好蟹 好的吃好蟹 然后就是有螃蟹 然后有朋友来 我也都带来 他们现在螃蟹真的帅 因为螃蟹主要都在地野生 所以这一招进口 就能口味不上 一吃就是三十年 老客人的情意 是现在支持阿美姐走下去的最大力量 虽然有女儿和助手帮忙 但毕竟摊子是她一手经营起来的 有感情了 不行让食材走位 因此她还是要亲力亲为 尤其幕后还有相提她的亲友们 我家族去 家族都在抓螃蟹 要不要吃饭也有关心 中午过后 竹筏陆续进到安平港内 第一位回来的是她的媚婿阿达 有着陶海人的有黑结石 他清晨四五点就出海 专门就是在捕螃蟹 这个菜钱 你要说三公 这里差不多十五只吧 这样子算好吗 还可以啦 可以喔 还可以啊 还可以喔 有个饭吃啊 大风中的话可以不及时啊 差不多三四只只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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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螃蟹一年四季都有 但农历九月达到最高峰 出海个一上午 就都至少有一桶的进账 入冬万物歇息 捕蟹人依旧照起钢出海 但也只能图个温饱 这些没有钢 没有什么 这些要钢一半的 好 这些没有钢 这些没有钢 这样喔 你捕蟹的就知道喔 你没有钢 我也十几岁要看一块 看一块 就因为妹婿弟弟哥哥和表弟全都在抓螃蟹 因此三十多年前 原本卖鱼汤的阿妹姐突发奇想 就卖起螃蟹粥 没想到螃蟹成了大军 让鱼港旁的小滩被时刻大举压境 螃蟹粥要煮的好吃 除了野生蟹带来的自然鲜甜外 还包括加入半夜一点 就开始熬煮的鱼肉蔬果高汤 要差不多三个小时 这不能麻烦 而且一定要把时间 把它的汤等会造出来 它里面的汤 甜糖才会造出来 而且每煮一次的螃蟹粥 就会留一些当汤底 因此鲜味堆叠再堆叠 越晚到的客人不怕每天偷吃 所以你若是鲜甜的 它就只有一个熟的 不熟的 你若是鱼生的 它有很多种熟 我也十几个月就开始 但是 像现在这样的熟白了 日子就在与螃蟹围伍中度过 我叫做螃蟹围伍 如果没有鱼呢 就要鱼螃蟹围伍 那就差不多三十 深海鱼的个头直逼阿美姐 为了讨生活 她一个女人家 三天两头就跑无视 跟在男人圈里打交道 这个安平鱼鱼鱼鱼是最高的 所以你也看到的鱼鱼鱼 很多 在这里的小鱼鱼鱼 一点花就花了 在一起到差不多到五地 四五十多年 五十几岁 差不多二十多开心 很开心 你现在走这个渔市了 对 从小家里穷 七个兄弟姐妹等着吃饭 所以她七岁就开始当保姆赚钱 十三岁就独当一面 帮人理发成为剃头塞 但是青春少女梦 却在十九岁走入婚姻 完全地画下句点 我一个人我要做爸爸 我要做华 那个日子真的很辛苦 那没有经过 帮回不得 真的没有人 如果这样的经过 没有人帮回不得 我 本来我一个家头问的 替代的祖宜 会热爱做到这些粗粗的工作 就是整个环境 是要做的 丈夫捕鱼 家里种蛋全落在她身上 五个小孩要养 为了赚更多钱 她走入渔市 寻找更多工作机会 减半三点 就要来到这 他这个时候就是 那就是我的方法 大块阿美也用不起 鱼饭知道阿美需要赚钱 于是提供虾米扁鱼这些货源 用她做成干货拼现金 于是走她一转眼 已经从一位青涩少女 变成大鸡桃阿 我的家 我是用那个 现在是冬天 她的季节比较高 比较好吃 她的价钱都是差不多 都差不多三百六千 一公斤 夜里忙碌奔走才寻得的美味 清晨化为Q弹鲜嫩 让客人吃下舵 看着大家吃得开心 成就感早已经剃走婚姻上的不顺遂 她庆幸当年还好没有傻到放弃生命 这几次不知道怎么会吃得到 我坐一桌 坐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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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乖巧 还有开店也来贵人相助 让阿美姐人生的下半场 倒吃甘蔗 苦筋甘来 有着螃蟹横着走的霸气 来吧